大家好,欢迎来到Mess学院 上节课一起带着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字符串类型中的定长、变长以及我们的text类型 它们的一个区别以及如何来选择 那这节课接着来看字符串类型中剩下的两种 一个是我们的每举类型,一个是我们的集合类型 那首先看一下每举类型 那每举类型呢,e number 每举类型中的值呢,我们可以以列表的形式列到这儿 多个值之间以逗号来分割 最多呢可以列举6,5,5,3,5个值 那当我们插入值的时候呢,只能从我们列举出来的值中选一个 记住有切只能选一个 那么我们买sirco数据库在保存我们每举类型中的每举类型的时候呢 并不是保存它的这个值 每个值呢都有一个序号 真正的买sirco保存的也是这个序号 好,我们可以写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 测试每举类型 create一个table if not exists 写成一个test7 那就拿我们的一个性别为例 你可以写成一个sex 每举类型 男 女 保密 当你值后面的空格呢 我们买sirco中会自动的帮你去掉这个值后面的空格 那接着呢,我再向表中插入几条记录 insert一个test7 values 你可以直接写 男 一个 女 保密 保密 当然你说我多空格 多空格 都无所谓 这是成功的 我们来试验一下 好,成功 查询一下 select 信号 from test7 三条记录有了 那当你说我要写上一个 我们列表中没有的值的时候 这时候你会看到 包错了 保密1 我故意写错的 date turncade for 你这个列表中根本没有这个值 所以说你只能从列举出来的 列表值中选一个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以序号的形式来写 记住 我们每举类型中 第一个值的序号是从1开始的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写这样的 假如说你想选择 女 你就可以写 对应的序号写成一个2 同样的也可以成功 你看到成功了 select信号 from test7 女 有了 那接着你可以写序号 你说我写成一个0 可以吗 你实验一下 你看到 date turncate for column sex at row 1 只能写 什么呀 从1开始 第一个值的序号为1 那接着你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当你没指定是否为空的情况下 默认值是可以为空的 那现在呢 你当我插入一个空值 看一看是否可以 特殊的值 non值 你大写小写都可以 好 成功 成功之后你再来查询一下 你看到 non值就有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值 可以为空 那接着你说我可以写空了 我写个空字复兆可以吗 来看 你看到 因为你的列表中没有空字复兆这个值 所以说你不可以写这个值 除了这个non 特殊 因为默认是可以为空的 这是我们的每举类型 那接着每举类型了解之后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集合类型 那集合类型呢 我们通过Site来表示 同样的 我们的值 也是列到我们这个列表中 但是呢 集合和每举不同 集合中最多可以保存 64个成员 而且呢 我们可以从集合中选择多个值 但每举呢 只能从你的列表中选一个值 那首先来测试一下 集合类型 测试 集合 类型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 testbar 写上一个兴趣爱好 那可以有多个兴趣爱好 FAV 写成一个Site 那现在你的集合中可以有哪些值呢 假如说写 有A B C D 假如说有四个兴趣爱好 接着我把它创建成功 查看一下它的表结构 testbar 看到我们集合中有四个值 分别代表我四个兴趣爱好 那这时候插值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多个 insert 表明 testbar values 现在你可以写 ACD 那值呢 肯定是你集合中列举出来的这些值 那我们再写成一个 D BA 所以说你这样来写值 但是你看检索出数据的顺序呢 多个值之间以斗号来分割 我们少写斗号了 检索出来的数据的顺序 还是按照你写实的顺序来显示 会是ACD和ABD ACD和ABD 同样的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买circle中 在保存这些值的时候呢 它是通过什么来保存的呢 通过二进制的显示来保存 也就是第一个值 是一二四八 依此类推 那现在呢 当你想以数值的形式来 存出我们值的时候 假如说有前两个爱好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写上一个实进制数是多少 一和二写上一个三 就代表了有前两个爱好 不信你看 成功 select一下 新号fromtestbar 前两个爱好 那如果说四个爱好都有呢 一二四八 是不是一共15啊 对 你写成一个15 所有的爱好就都已经有了 再查询 你看到 ABCD全部都有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等以后呢 我们在做全线系统的时候呢 也可以选用这种集合的形式 比较好用 那这节课呢 只要简单 介绍了剩下我们字符串中 字符串类型中 剩下两种类型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两种类型也练习一下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来之后呢 谢谢观看